为迎接彰化县内2024田中马国际赛事 彰化县长王惠美关心赛道的路面品质 经由田中马拉松大会总干事郑宗正盘点 加上县府派员巡视及评估 针对赛道路面不加影响跑者安全的路段优先改善 县长王惠美特别安排今天前往视察改善情形 确保能提供跑者最优质的赛道环境 让田中马跑者跑得更顺畅 王惠美说 感谢议长谢点灵及所有议员对预算的支持 让县府能迅速回应地方需求 使彰化更好更进步 今天一度最有人情味的田中马 就要在9号10号在我们田中来盛大举行 那这次来也带来我们大概1.4亿多的一个人 输进来到我们田中 那因为我们郑理事长跟我们議員当地的这个 大家欢迎说我们的这个路面比较不佳 那所以说我们在上半年就先投入了1615万 来改善我们大社路两段跟我们高铁东六路有七处的一个路面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针对健康组跟我们的全马组 包括我们的八宝郡跟我们的高铁山路的两段这个部分 再来做改善那大概有又花费了420万元 那所以在这个路面上在今年先政府在这边就 能够呢跑得健康跑得安心 也了解到我们在地大家浓浓的人情味 那在这边也祝福我们马拉松赛事顺利圆满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能够继续来行销我们这个好山好水的一个田中正 谢谢议长副议长所有议员对我们预算的支持 那这几年来都没有砍到半毛钱 所以我们在地方跟地方连结 只要地方反应我们就会很快的速度来做这个相关的处理 再次的谢谢议长副议长跟所有的议员 谢谢县长今天一大早就来到我们田中高铁站区 来看我们整个那个道路就是有一些就是凹凸不平 那对我们用路人是非常危险 而且加上我们11月9号10号是我们田中马拉松的举办 所以很感谢我们县长今天一大早就来到现场了 那未来在我们高铁站区里面还有很多的道路是凹凸不平的 我们也希望说在县长的支持下 能够把我们这些道路都能够一并来做一些修缮 让我们的用路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行的安全 让大家都能够把这个道路的那个品质能够有所提升 那对整个地方的发展也可以带来很大的效益 欢迎 欢迎 我们议员在议会不知道发展吗 我实际上不走这都好像普通人 还我 张化人张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